Hello, 大家好, 星期三晚直播這段時間 今晚呂王又有要事外出, 不好意思, 我們兩條光棍頂著檔 有點寂寞, 也不寂寞, 呂王一不在, 貓都作犯 幾乎連水都被撞掉, 總之媽媽不看著小孩的作犯 現在有人看著作犯, 民生無小事 我們之前講過醫療, 不如現在講一下, 講過一些開國的期票 梁振英, 競選期票, 五年就到, 還有兩個星期到期 標準公時這件事, 都彈了票, 為什麼呢? 剛剛這個禮拜, 剛剛說了一個, 原本是標準公時, 立法的嘛 立法的嘛, 答應了人立法處理的 彈票之後, 不要緊, 有一張叫做, 以前大陸叫做白標 类似白條給你, 把一個白條給你, 認證帳 就說, 換一換舊東西, 叫做合約公事 即是不立法, 沒有必須公事 就說, 由雇主和雇員, 自己立個合約 就給一萬一千元以下人工的 夥記, 如果OT 就有得沒有水 問題是, 你有很多合約都是這樣寫的, 是不是有得沒有水 很多合約, 現在說明六點鐘收工的 為什麼那些人六點鐘不能走 為什麼不敢走 所以就是說, 今天各大工會 代表全部都翻了, 說要走數了 而且他們說出來, 各大工會說的 都是一字那麼淺, 一看就知道的道理 你訂個合約, 原本八個小時 訂夠十個小時, 十一個小時就任你訂的 又或者一萬一千元, 我加夠一萬一千零十元給你 那你沒用, 廢了你, 已經沒有工 是啊, 我每個月多給10元, 或者100元 我已經, 每天你多做OT 十個小時 喂, 不用隨便都有聰明 所以基本上現在老闆就實收貨 做得而沒有做 首先他說合約精神 首先現在很多時候我們僱主 根本就嚴重違反合約精神 說明朝九晚六, 但是六點鐘之後 所以每天都要OT, 沒有水也沒有補甲 其實這就是白白剝削火記的勞動力 有一個很有趣的分水嶺 大家又忘記了這件事了 其實分水嶺是2003年沙士 很多人忘記了, 之前之後 由1997年到2003年是一個很過癮的過渡期 很漫長的過渡期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了這件事 慘痛的歷史事實 九七前呢, 中環的boy 都叫價很高的 有沒有記憶這件事 你要求他開工, 但是九七前 你就不夠人做事 我自己都做過 我沒有, 我是受氣的 求人開工那個 我是求人開工那個 我呢, 我就未至於這麼好福氣 他又非常高層 被人求人開工那個 我一向都是基層工人 我那時候做工廠 那就真的呢, 起碼 補水1比1 或者1比1.5 1比1.5 或者1.5 1比1.5 如果是星期日 或者年初一那些 就三工四工 那時候九七前 人手不夠 通貨膨脹 你會發現老闆是很願意給的 但是九七金融風暴之後 就開始一個新的形勢了 就有些減少 那些人的薪金減少就減少 就一直熬到2003年就更加大卧 就是世紀疫症 於是當年2003年就出了一個很過人的口號 就把人的思維含難洗腦 就叫共度時間 於是有很多打工仔 爬意氣 幫老闆 減薪也好 沒OT 沒所謂 頂著檔 搞定 到個難間 很多都是這樣的 那時候有很多豬仔章 送禁旗 那時候不是叫豬仔章 後來叫20元章那個 另一件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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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送感謝狀給員工 共渡時間 諸如此 有誰說感謝狀 沒有 過完共渡時間不是炒你 我拿張感謝狀 去買個麵包也不行 所以變成2003年的時候 忽然間香港人很糟糕團結 團結到什麼地步呢 放棄了很多勞工的權益 大家不要忘記這件事 有歷史背景 所以九七前是一個世界 九七後是第二個世界 而正式形成了我們現在這個所謂現代記憶的 就是有開工沒有收工的 是2003之後 那個說話叫做共渡時間 那時候經濟不好 過了十幾年 現在什麼環境 現在是貧富懸殊 2007年的時候 曾蔭權已經說 二十年來經濟最好 那現在過了十幾年了 蒸蒸日上 安定繁榮 那是官方說法來的 不會騙你吧 那之後這些房子炒到熱火朝天 股票炒到熱火朝天 不過 有一樣東西都依然是共渡時間的 不知道為什麼 大公仔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忘記了這麼慘痛的歷史背景 就是2003年的時候 大家集體舉手投降 放棄了所有勞工部 嗨 不好意思 說回這個自然世界 森林定律的弱弱弱 在人類的社會不同了 因為我們會用我們的道德 會用我們的政治的共識 去令到這件事不會 即是沒有理由發生 即是自強凌弱的那些人 所以記住這個社會公平 不是天生的 那你千萬不要說 自然競爭 我嘗試英國的新自由主義那些 那些東西不可以的 現在香港的情況 就比起原始森林的弱弱弱弱 更加原始 因為如果我們看回 對這個自然生態有些少認識的 我們會知道生態的平衡 獅子老虎吃飽了他 是不會去繼續吃 繼續亂殺的 是吧 香港不是 有錢的大老闆 他有得收租也好 他僱用的伙計也好 有多少我們吃得這麼盡 敢不感覺到原始森林的弱弱弱弱 跟香港現在這個原始森林的弱弱弱弱 有什麼不同 一個是吃夠就算 一個是吃極都不夠 大家是不是恐怖啊 你想想 這樣這個社會其實跟畜生社會 更嚴重 即是好像六道輪迴的畜生道 畜生道這樣上 更嚴重 像我所說的自然世界 畜生吃飽就會停手 所以你發現自然界裡面 所有的生物 是一個正常的比例 沒錯 即是幾個綿羊 還有幾個獅子 不會太過out balance 你不要以為 斑馬看到獅子會走 當獅子不去捉斑馬的時候 他們在旁邊走大毛獅羊 走沒事的 你自己留意一下 但你會發覺現在我們的社會 沒有平衡 尤其是香港這個社會 這個是很離譜 我想大家去店舖買個菠蘿包 五元過來 你買一個就給一個錢 有什麼理由人的價值 現在是低過菠蘿包 做多幾個小時 連島嶺都不能加 是不是 即是你越做得多 你的時薪就越低 沒錯 你是連一件死物的價值都比不上 現在香港去到這個地步 問題就是所有勞工組織都不會出來撥亂反正 才過癮 勞工組織沒有用也好 政治什麼也好 有時候我去回 蕭公剛才說回道德層面 我們說回人的基本道德層面 是不是 有時候做人 你如果是老闆 你大老闆 尤其是你的經營 你的財富已經去到這麼高的時候 是不是還要吃人吃得那麼盡 我是見過有一個太子爺來的 富二代 一間製衣店 服裝公司 他的伙計每天都做到三間半夜 老闆在他辦公室 這個富二代掛了釣魚、拉碼頭等等 有一次我上他辦公室 他有個朋友借他辦公室做些事 他竟然說什麼 他朋友說 這裡的人每個人都做三間半夜 我說為什麼 那個老闆說他們自願 我心想 如果他們不自願會怎樣 會有別人自願 沒錯 經常說你伙計自願 但是他們永遠不會 回答你一個問題 如果不自願 無償OT你會有什麼下場 另外有些新自由主義說 大家合約互相定 大家勞穀方和資方 大家在自由市場都定 問題是自由市場 哪一個人先拿身份 哪一個人的自由 放兩個人上擂台 大家用這樣的權力 一樣的權政 一樣的地方 一個是泰神 一個是我們普通人 公平比賽 如果你說隻抽隻公平比賽 過欣在 你有沒有發覺香港 除了其他很 很拼命 擺明是不給你集體談判權的 工會這種組織 基本上都不受歡迎 有沒有留意 我聽聽李卓人 那些勞工 那些勞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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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過癮地 為什麼香港的打工仔 會抗拒工會組織 也就是說 如果我給你集體談判權 那你可以通過什麼組織 去行使集體談判權 如果沒有了工會的話 有沒有留意 其實香港打工仔 其實很多都很支持老闆 因為我自己也有些經驗 就是很多年前 我在某些公司打工 不是現在的 是很多年前的 其實 那些人都是不敢走的 下班 但是我永遠準時走 因為我準時搞定一些事情 老闆就不高興 不過他不會先出 但是身邊有些奴才 那些人都是打工的 一萬元多些 那就會在你旁邊 多多聲 皇帝不急 就急死太監 哇 你就好啦 那麼早下班 那什麼早下班 六點鐘夠鐘 準時 不是早 其實很多香港的打工仔 在找了奴隸之外 他還要幫老闆去監察其他奴隸 這些不是要奴隸 那就是奴才 這就是奴才 中國人好像過癮 是喜歡互相加害的 是啊 就是他自己都在捱世界 但是他不是 但是他們不會團結一起 去對付那個 壓迫他們的人 很高興的 就是奴隸主 永遠高高在上 是啊 類似什麼呢 類似叮噹 或者叫多拉阿蒙裡面 那個以前叫做大賊仔 阿福 或者現在叫小夫 常常被忌安或者伴父 常常被欺負 但是他就要幫這個 惡霸 幫忌安 欺負大雄 以及欺負其他小孩 就是這種心態 人性的劣根性就是這樣 老闆還沒欺負你盡 他身邊的奴才 就會幫你欺負伙計 所以香港打工仔 有今時今日的地步 搞到今時死今日 除了老闆之外 政府之外 有時候自己都真的要檢討一下 還有很過癮的一件事 就是說 學校的教育也好 永遠都從來不教這件事 就是世界觀 到底社會有什麼關係 從來不教這件事 永遠就是獅子生下精神病 那些是看你自己要怎麼努力的 是很過癮的 還有另外一個很過癮的一件事 就是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到這件事 藝術家是比較敏感 其實有很多打工仔 就覺得他自己的公司 就是全世界來的 這才是最過癮的分別 他們不會比較其他公司 嘴巴說得很爽 東加不打打西加 說那間公司也一樣 就是這樣說 但當你一旦進入某一間公司的時候 他就發覺外面的東西完全不看 所以他發覺外國就很不同 就是說 不是階級觀念那麼聰明的問題 而是人家有些行會 跨企業的勞工組織 是會存在到的 工會就是這件事 那他們工會的力量就大過香港很多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你會發覺先幾年 都試過很搞笑的現象 就是說由於荷里活 創意工業也是一樣 由於荷里活製片公司 和編劇 居然是所有編劇集體罷工的 搞得荷里活拍不成電影 很過癮這件事 很留意 相對來說都有高有低 不過是不會太嚴重 一個絕對的弱勢 一個絕對的強勢 你說好像香港那樣 自由經濟 大家老闆和老闆和火記自己定 自己定 我真的試過的 他突然加一些極度不合力的條款 要我簽那份合約 我不簽 我認為條款不合理 不簽 我作為一個應徵者 要不就做 要不做 要不就不做 就是這樣而已 結果我也後來找到 好過他很多倍 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 好像我這麼好理 不是人人都可以 很多都不行 你去到這麼大多數 打工仔都這麼弱勢的時候 你說你不去立例 你靠他們 自律又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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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過癮的 又是跟政治理論有關 大家經常不留意這件事 以為香港不會想政治 可能他真的不會想 但是關鍵在哪裡 就是西方社會 它是社會組織政府 由下而上 他習慣了這件事 所以所謂談判也好 人們在社會裏面 組合之後 慢慢組織社會出來 所以他習慣了這件事 例如他都是開車的 或是掃地的才算 他會認同到 其他掃地的人 都是自己的同類 因此他們有辦法談 會組織出來 然後談行會 工會 例如說 司機應該多少錢 工作條件應該怎樣 有什麼休息 放不放什麼假 或者有什麼保險要買 人家是這樣互相組織社會向上 變成你作為雇主 從上而下 要請人的時候 你變成你不會單方面 雇主出錢 我都說了一件事 你討價還價的時候 你是說兩邊 勢軍力敵 即是說 社會裏面有一班人叫老闆 社會裏面同時有一班人叫伙計 有不同的伙計 有不同的老闆 他們用航會工會 來討價還價 而達成一個所謂合理的合同 問題是中國人 尤其是香港人都承繼了這件事 習慣了 從上而下 一看到你們自由組織的時候 他們好像敏感 你是不是造反 你怎會跟隔離公司那些人開會 你是不是出賣公司機密 正是這樣的 有什麼移動的時候 搞事 你一定是搞事分子 從上而下 他去找官府 很過癮 然後官府就過來過問 禁制你 你是不是罷工 不行 罷工完就死罪了 這件事 亦都是跟香港本身的工運 走歪路有關 最關鍵的就是六七暴動 本來香港的工會組織 工聯會左派工會組織 本來他們的組織能力很高 而且影響力很大 但是最慘的一件事 他六七年的時候 走歪路 放炸彈 他根本以現在的標準來說 就是恐怖主義 是啊 他根本不是在做工運的事情 他是在做政治組織 他在搞暴力推翻政府行為 但不是選工運 結果就是在六七暴動之後 六七暴動期間 港英已經得到一個社會廣泛的支持 那時候就是鎮壓工會 沒錯 結果是電車工會 巴士工會 什麼什麼工會 全部的工會瓦架 而令到香港的工人 或者打工仔 他們問工會都識辯 英國政府也有大條道去打壓 任何萌芽狀態的工會 除了教協之外 因為原本就是因為 好像揚武說 六七是一個很大的轉捷 轉捷 就是因為共產黨 利用了工會 去做一些根本不是工會 要做的事情 於是乎 令到大家以後怕了組織工會 這個所謂抗體 就是什麼 獅子生了精神病 其中一種精神病徵 很嚴重的病徵 很嚴重的病徵 所以大家 麻煩你 醒目一點 最近也有一個最新的爭執 開始有點野貓式罷工 大佬 救生員 明明也是跟養那個講返一樣 但又有分過沒有放工 不夠人手 政府就懶你 不鬼你 你自己曬鹹魚 你自己開OT 你自己搞定他 總之我不會扯紅旗 那些人只要游泳 浸到就為你市民那隻 那些救生員怎麼搞 你明明是不夠人的 即是跟醫生一樣 你不夠人的 你不夠人做事的 那一刻 泳客浸死的人是誰 就這麼簡單 即是前線保護你那些傢伙 希望只不過是要足夠的人手 去履行他的所謂專業職責 去救你的命 你那些傢伙居然認為救生員 不是很對的 是啊 他們覺得不對 而且他們根本看不起救生員 你反過來在外國 泳客一起封鎖海灘 逼你政府就範 因為教生員在他們心目中 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低級工人 人工有恩 又合約制 讀書不成就做救生員 什麼什麼密密 以前讀書的時候 那些警察都叫做兼職教生員 那些 你快點轉行啊 沒有前途啊 那些 那些警察是為學生好的 所以變成香港這些人 麻煩你聰明一點 認識清楚工會這件事 也好 行會這件事 原本就是初衷 有人利用他們來搞政治的 麻煩你劃分清楚這件事 問題是真的在做工人權益保障 甚至牽涉到市民大眾生命安全的東西 麻煩連市民也想清楚 到底這個共識是否重新建立過 我以前都在工人福利的機構做過事情 你不要算是左派工會 即使是民主派那邊的工會內部 都有非常大的矛盾 是互相你不妥我,我不妥你 所以即使是政治立場 表面一致都好 他們裏面的那種矛盾都沒有辦法調和 也是工會內部不團結 也是香港一個對工人的警方的死證 另外你剛才說過野貓會打工 現在我十幾年前已經一直觀察一個現象 你有上班沒有下班 九點到六點期間 其實每個人都領著做 扮開工 現在有手機更加容易做辦公時間 不是扮開工的 扮開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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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到六點之後 知道老闆六點五點九左右 開始出來巡 每個人就開始 要收房 實質上一天蹲在那裡 九、十個小時 OT多四、五個小時 實質上做就做了兩、三個小時 然後你冷氣又浪費了 電費又浪費了 老闆自己都不想 有什麼隨便有職的做法 現在國際的人坐在那裡我賺了 除了他們多坐幾個小時 我每個人都出這麼多 我就賺了 低B到這個地步 你想想香港的那個企業精神 其實是 沉淪了 沉淪了 老闆自己蠢而已 當老闆自己不是真的打工出身的時候 尤其是富二代那些 尤其是那些 是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真的不知道現實世界是怎麼回事 他都不明白工人什麼心理 沒有辦法令到人家真的投入工作 這班更黑薄 更黑薄 真的更黑薄 他學錯了手勢 沒有辦法 很多人學不到 但是錯了 誰都好 希望自然淘汰 即是新興工業 新興工作 要靠大家創作能力 技術 慢慢會淘汰那個企業 還有不要做奴隸也好 不要做奴才 只是打工而已 不要互相壓迫 第二件事 又關香港的事 又打到近身了 你想說哪些事 你很個人 就你 講一下海峽兩岸 海峽兩岸有新發展 因為我們比較少說兩岸或者國際 也有聽眾 也有 聽眾想說多些香港以外的事 其實都跟香港有關的事 都跟香港有關的 最新的兩岸發展 美國又在吵 最好不要單方面改變現狀 改變什麼現狀呢 無緣無故這個 趙計是中華民國的死硬盟友 這個巴拿馬 剛剛宣佈 承認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不再承認中華民國 即是斷交了 但據報的建交時間 是最長的 是107年 即是第一批跟中華民國 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 因為他是在1910年 他跟當時還是宣統皇帝的清朝變交 1910年到現在就是107年 因為中華民國成立之後 立刻承認中華民國 很過癮的問題 即是死硬的那個都已經跳了船 最新統計出來是台灣 即是中華民國 剩下大約二十多 我好像不過二十個 剛剛剩下二十個 剛剛二十個都沒有了 即是二十個邦交國 而大部分的比重 都是一些幾窮的第三者 拉丁美洲最多 拉丁美洲 非洲 南太平洋 他們加上人口 都比不上台灣那兩千多萬人口 但是用的錢 真的很好 記住 蔡英文總統大聲疾呼 說不應該用錢去搞外交 但是樣子剛才就 踢爆了 其實他們用了中華民國很多錢 還有 用錢你要用得調氣順 他們有些近乎勒索 擺明是勒索 你不給錢 要跟你斷交那一隻 還有你如果鬥錢 跟大陸一個這麼巨大的經濟 鬥錢 你也是自己熟 這個也是惡性巡 為什麼呢 阿仰這句 就有時間限定 所謂和對面這麼有錢的強國 這句說話 你現在說的是對 你十年前說得對 幾十年前 再多十年前說的 可能還未對 那當然是不同 你甚至三十年前都肯定不對 你都說了 大家記得一個來掃的 1997 1997的時候 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GDP都是中國大陸的四分一 記住這件事 台灣當時不止 不止 台灣當時很有自信 台灣人 其實如果大家深水清 看70年代 所謂四小龍的年代 當初最大的經濟體 是台灣 台灣試過它的外匯儲備 是灌著全球 是試過有這樣的時期 所以當這個中華民國 被踢出不入國的時候 1972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惡性循環 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是老長開始的 是國民黨開始的 就是政治上 軍事上 沒有辦法跟你爭取一個外交空間 就是那時候 銀彈政策 所以那時候拼命 就是憑國民黨說 台灣很有錢 周圍收買這些落後國家 想買票 我不知道為什麼想買票 買票就越賣越輸 就是阿斌叫做越賣 還有很多時候 就出了一些醜聞 有些國家 是完全都不尊重你中華民國 不止啊 是中華民國自己的 都不尊重自己 記不記得馬英九 那時候爆了一宗 還有這個阿扁都爆過 什麼叫做 國無機要廢醜聞 用外交的錢 不知道做什麼 就變成 變成貼了老婆去買首飾 什麼東西 還是買內褲 還是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就過癮了 原因就是 正正國民黨年代 開始了 所謂的金權外交 其實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灰色地帶 就是說 你擺明那些不是正常的錢 講難的一點 是收買的了 收買人的錢 如何可以光明正大放在桌面呢 所以出現了五花八門的錢 什麼經濟援助費 什麼人道捐助費 或者 國無機要費 古靈精怪的名目 將錢 不見一框地底途徑 去到外國的政要手上 其實就是買票 一樣 所以惡性循環出來 就是這件事 另外有一些醜聞 除了這些貪污等等的醜聞之外 令到別人的國家看不起你 甚至公開侮辱你 例如 一個非洲國家 在塞內加爾 在阿扁的時候 打過世界盃 打到成績 台灣為了討好這個邦交國 請了蔡內加爾 那群球員去台灣那裡 親善訪問 誰知道那群人 就很不檢點 甚至公然去嫖娼 就是說政府請他回來嫖娼 我們那些女生 哇 你真是很該灰的 你真是很該灰的 也不是沒試過 為什麼呢 當然蔣介石還有一點點廉恥 都吵過這件事 記不記得有一次雜誌都爆出來的 就是當年這個越戰時期 台灣作為美國的堅定盟友 韓戰時期 台灣作為美國的堅定盟友 是一個不尋的航空母艦 有很多去朝鮮打仗的美軍 其實就是經過台灣做後勤基地 優養生色 就是在前線搏殺的 當時其中最出名的什麼家科呢 就是學了日本仔 有些浴室 有些美女幫你擦半尺 死人美國大筆 現在都拍了出來 那美國是三個W的 窩 擺明了 酒女人和戰爭 擺明了 大家都忘記了 老台灣還會記得 現在台灣還有證書的公槍 雖然連華佬已經快要佔好 但是有的 記不記得 台北哪一條 文華區那條街 整條街都是 有證書的 也就是說其中一件事 當年雖然面子上過不去 但的確這件事是合法大行其道的 而且老長始終玩外交是比阿扁 所以黑扁那些 明做而不說 要面子 但是照做那一種 阿扁每樣都比人還壞 走過去 小布什的老婆旁邊 黏在她拍照 很噁心 所以變得很混亂 政黨交替是一回事 反過來 我不敢說是否即更難反 台灣自己有一個批判很強 為什麼感覺那麼強 因為上個星期才在台灣 大家記得 阿扁思思的名字 見過老朋友 上個星期去台灣感到好死心 就是台灣破落得很厲害 破落得很厲害 完全感覺不到以前那種自信 完全沒有那種 沒有那種自信那麼簡單 他連那張鬥字都不見了 十年前去台灣 在這個火車站外面 雖然也想到亂了 大家也想到亂了 不過起碼還會見到 一些很蓬勃的生氣 例如當時台灣 還是科技先進的地方 火車站外面 也算是破落一點點的商場 被人包含了 電腦場 賣軟件 甚至是很upup的場 搞科技展銷 好死旺 而台北火車站外面 幾條街 補習社是成行成市 什麼東西都不補 數學 尤其是電腦 做programming 最多人想補習 即是日後上班上學 但是晚上去補習 你看到他們在進修 有朝氣 很有朝氣 問題是 最近幾年去 尤其是上星期去到 完全不同了 變了什麼呢 第一 過了六七點之後 那條街 火車站外面 居然是烏燈黑火 而唯一的補習 是補什麼呢 補考試 考大學 而考大學之餘 講得明了 是要考一些公務員的市 要考鐵飯碗的市 根本是完全沒有生氣的 是完全沒有生氣 我自己也有接觸過一些 他們去旅行畫等 接觸過他們以前當過兵的 他們說 上面 大陸打理我們就投降 是無鬥志的 對 亦都有些準備復兵日的後生子 他說進去沒有什麼要做的 不斷走走走走走走 上兩個月也爆了一宗戲出來 是啦,藏獨案嘛,原來沒有鬥節,軍紀也不斷敗壞 人體到爆炸,柏奇直升機竟然被人走進去打卡 拍攝吧,有什麼搞錯 所以變成大家現在關心了台灣的東西,我本書裡有寫過台灣的負面形象 大家都未必能感受到,如果真的認識一下就去看 就不只是外交挫折那麼簡單,外交挫折其實是一個表象來的 真真正的挫折是台灣人沒有鬥節 他都不知道為了什麼 雖然你看到太陽花、學運、珠魚仔很激烈 甚至說變天啦,即是趕走國民黨 你問清楚國民友仔,他們都是含淚投票 他們都含淚投票,兩邊都含淚投票 兩邊都含淚投票,先踢掉更爛的蘋果 是這樣來的,所以變成台灣那邊的形勢,就不要只看著外交 他內外交困,而且最頭痛的一件事 他是沒有了那種,真正作為一個國家,國民那種鬥節 是一個死循環裏面 這個是嚴重的 你自己看以色列一個這麼小的國家,這麼少的人口 強敵還是幾十年,被人欺負幾千年 那些人比台灣還少啦,擺得明白啦 以色列100萬多一點而已 對呀,香港差不多有一個人,台灣兩千多萬 另外還有一個以色列無險可守的喔 佈著大海的喔,打到來就死了 台灣還要教育海峽啊,這個島仔,不尋航母艦 對呀,他們的鬥節是很不厭的 你說外交如何受挫折都好 你自己想一下,你台灣人想一下,你的底其實不是太差的 你說幫交國我們說,他現在說受挫折,其實是最高層次的表面那一陣 例如你揭大使館,國家互相承認的那個層次 是,人家沒辦法,西瓜靠大邊 中國是巴拿馬王河第二大使用國 你是巴拿馬,以國家利益為重 你找誰呢,牙耳氣拍胸口,不行的嘛 但是你想一下,每個主要的大國其實在台灣都有辦事處 經濟交流等等 台灣還是這個WTO的成員 不同,他表面上不是這個大使級 但是他發揮其實是大使館的功能 他只是不做得那麼表面 還有台灣的邦交國之中 你不要忘記,你說總人口比台灣人口少 但是他有一個邦交國有十幾億人口 就是梵蒂岡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不用國界來分,他用信徒來分 這個影響力才夠大 但也是一件事,因為梵蒂岡本身是一個宗教和道德的力量 就不是純粹國家利益嘛 如果他純粹從國家利益方面看 一早就扔掉你台灣的東西 台灣作為一個基督徒或天主教徒都相當多的地方 起碼他是宗教自由 你其實不是說完全是孤立模糊 不好意思,先斷了,大家想像一下 我們講邦交多麼重要的時候 我們這個邦交國就現身說法了 為什麼會斷了呢 就是這個人,好像很不抵得我們父親的玩家 他踢了我們的機器 他踢了我們的機器 結果我們又要再說回剛才一點 這個Mail星人的世界,我一定要跟他保持邦交 不然他會再踢我的機器 大家又看不到我們直播 這傢伙是若無其事,這傢伙是若無其事 就說了梵蒂岡那一下 實在台灣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邦交 這個才是大問題 不是只是數手指而已 而且你要知道台灣其實以他的人民在世界旅遊 中華民國護照其實是令人有信心的 大約119或120個國家可以免簽證 這樣就高過對岸很多 國際認可這件事,你不只是聽所謂邦交國 還有,你不要忘記香港的特區護照入美國都要簽證 台灣不需要 中華民國護照入境美國就不簽證 所以他那個護照的地位其實相當高 這件事 大家不要妒忌 你妒忌不了那麼多了 香港人 是不是 民間外交 民間就是旅遊啊 出國啊 這是外交的另一種延續 為什麼台灣很少在外面出這種事 而做到強國的人去旅遊 所以不是就是奇怪了一件事 表面上是一回事的 第一,台灣人知不知道自己想要些什麼 在這麼強的實際外交能力方面 其實是很強的 是啊 經濟能力不差 是啊 世界形狩的護照,國民地位 你的軍事力量都是強的 但是他們沒有鬥志才過癮 就是奇怪了,你知不知南海島最強軍力是哪一個國家 就是中華民國的太平島 太平島 軍事化了幾十年了 戰後已經在那裏駐軍 是不是 其實台灣是不需要去得那麼沒有自信的地步的 所以這件事是奇怪的 我都問過台灣朋友的了 其實他們有一個很過癮的 下次介紹一本書 另外一個人出來的 就是台灣的人 類似我們香港人一樣 有一個很過癮的 心理負擔 香港叫詩之山的精神病 他們有另一種精神病的 叫大國 包袱精神病 什麼叫大國包袱精神病呢 你看他們的街道名字 青海呀 新疆呀 烏魯木仔 心理上呢 中華民國正統呢 令到台灣人覺得自己還有一個大國來的 或者覺得應該是一個大國 他失落了一個大國 落差令到他們很沮喪 所以其中已經有 十年前有人寫了一本書 說台灣呢 起碼第一件事要糾正自己的心理狀態 你最高的那個山在哪裏 你不要再跟我說 朱木朗馬蜂啊 你最高的那個山叫玉山啊 三千九百多米的 接近四千米的 講清楚了 台灣最高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最高的山叫玉山 你不要再跟我說 朱木朗馬蜂 還有很多人依然想著 朱木朗馬蜂才是最高的那個 當你抱不到朱木朗馬蜂 你就會好死失落 所以有人說過台灣的精神狀態 精神分裂有什麼加科呢 就是大國包袱 他依然想著自己應該是大國 而 那些統計數字 出來 都證明了台灣有很多這個職責難反的東西 例如說 他層層跌掉政府架構 以前還有這個國府和省府 你叫做廢了省而已 但其實公務員沒有不見到 從身邊砌過 台灣公務員的比例很臉腫的 原因就是他有一個全中國的比例 政府層層層架構 他擺在台灣的小島上 所以如果你不改那個心理狀態的話 你不去將政府重新重組 你怎樣都公佈完 最近那個軍工教的對憂果 你都麻煩了 惡性循環 又是當年蔣介石 國民黨遺漏下來的問題 18% Guaranteed Return 你那個退休金是給他們的18% 18% 你哪有這麼好回報的東西 他就是當年國民黨為了要籠落人心 軍工教就是他那個國家幹部骨幹 退休金就給了這麼高的回報給你 其實你同樣可以看得到 但當時的人口年輕嘛 現在要找數的時候 是另一個世界 你養不起 所以你那個年金改革就是改這件事嘛 其實你照鏡 對內和對外是同一個問題來的 你以前用錢去解決了內部的矛盾嘛 其實內部矛盾現在解決不了 更嚴重的 同樣道理 亦都是國民黨帶下來的壞習慣呢 就是外交他們都想用錢去解決嘛 當年有錢 現在你不是的啊 所以發覺用錢去解決 對內又不行 對外都不行的 越來越差的 很明顯的這件事 現在是越來越 軍事上就沒有了鬥志 經濟上沒有了信心 身份上呢 又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你是中華民國啊 中國啊 還是台灣呢 現在年輕一代很多都會覺得是台灣的 是啊 天然獨嘛 天然獨 但是你中華民國的大國體制和意識形態都還未扔得完 一來啦 第二樣就是外來施加壓力 你沒辦法說是獨立的嘛 是呀 拒捕啊 拒捕啊 是 那麼他真是 如果真是說要打的話呢 他也都真是 承受的 未必真是承受 很難承受得起的 因為你始終對岸 這個有一個很大的question mark 就是正如剛才我都說的一件事 如果以色列要背海一戰全部無險可守的 800萬人可以打贏整個阿拉伯世界 你跟我說你一個台灣海峽在這裏天然平彰 有這麼強大的軍事後盾 你跟我說你無得打? 他有得打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你的所謂犧牲有多大你敢不敢 鬥志不夠 就是那一句咯 以色列那群人呢 鬥得一兵一卓都跟他們死過的 寸土必爭的 是這樣子來打的嘛 以色列當然武器會比台灣還好嗎 不會的 超差的 超過阿拉伯國家的 差絕對是差的 問題是由來靠鬥志的嘛 沒有的 是不夠的 那你想一下 以色列是憑什麼立國呢 就是憑鬥志 沒有其他東西的啦 你就算比較台灣的天災多 諸如此 以色列水都沒有敵的 他是乾淡的地方 水都沒有敵的 這樣都可以立國 農業立國的 重要是 其實阿楊先前都說過 跟香港人的鬥志是一種想法而已 你那個郊野公園你以為只是為了那些樹嗎 我們那個天然資源的食水自給自足 你靠郊野公園的雜水區 如果你連生存條件都不注重 你無話可說 這個是你香港和台灣都有一個相似的地方 他本身還有很多的優勢 但是自己呢 第一你不去認識自己的優勢 例如你有多少郊野公園 這個是你天然的 安身立命的一個基礎 你自己不去珍惜 你台灣也是啦 你本身還有這麼好的優勢 你自己不去認識不去珍惜 是不是 一美想著 沒有了上面 死的喔 沒有了上面的 沒有了三通會死的喔 沒有了遊客會死的喔 沒有了六客會死的喔 香港呀 沒有東江水我們會死的喔 沒有人溝污會死的喔 我告訴你 他一定不敢折香港的東江水 你說沒有中國遊客會死 他一定不敢將中國遊客折香港 折距離香港 他需要香港 去馬賴粉 起碼 他需要香港的水 承托著他紅色香港的 紅色資本香港的資產 資本出海口來的 大佬啊 怎會跟資格外賠 他們買這麼多 從來沒有人跟他捏過這件事嘛 只是說他們買這麼多樓 你一斷水一個月啦 你的樓塌的時候 香港人學死他可能不介意的 不過他層樓下跌了價 他會很介意的 是不是呀 你要知道紅色資本 香港買了很多物業的 只是那間叫做什麼 中環中芯 都用了三百多億 現在最新就不止了 這個海航在撲水 去賣稍數嘛 啟德買了一塊地 又二十多億呀 折水呀 折東江水呀 你看他買了什麼呀 所以香港根本上 不是說叫你要獨立什麼 認我們 無論你是身處香港 還是台灣人身處台灣也好 你起碼要知道自己有什麼優勢 有什麼缺點 要認識清楚 千萬不要妄自匪博 亦都不要落錯注 更加不要自己主動走去破壞 自己一個安身立命的條件 例如你交易公園 你不能夠自己破壞 你台灣的國防呀等等 你不應該自己走去破壞 你不應該走去拍阿柏奇什麼什麼什麼 這些呀 我告訴你 就算大陸不動你 你自己也要倒閉 你這樣弄壞自己的家 逐步來台灣新的那一代 用另一個角度看台灣的嘛 開始拋棄以前都包袱了 從一個很原始的角度 很感性的角度 你記得那部戲剛剛 很可惜那個導演 陳柏林 很可惜 台灣那些 真的好可惜 他那些航空安全呢 古之然呀 是台灣之似的 齊柏林 過癮在什麼加科的那些人呢 就是撇開誓言 什麼都不管 他不跟你說什麼大道理呀 不跟你說什麼崇高的東西 他純粹用了鏡頭 去拍下台灣的 老百姓的生態 所以他那一套很受歡迎的幾個片 大家記得去看 叫做漢見台灣 很令人感動 這件事 他真是很仔細地記錄 這個小島上 到底有什麼人 有什麼生活 尤其是他對台灣的土地熱愛 就真的非常深厚 農田 果林 茶園 真是很仔細地拍到 所以變成台灣新的那一代 天然獨有 或者怎樣也好 其實不是以前那套包袱來的 正正就是他意識到你不可能用舊的那個中華民國的意識 套入台灣這個 所謂 自然的社區裏面 所以他重新建構新的身份出來 往好處看 之前那麼多嚇壞事 那麼多麻煩事 那麼多亂葬 諸如此 新那代年青人 起碼是會用一個很 直觀 很客觀 甚至可以說 的角度來看自己 怎樣才為之一個台灣人 你剛剛說起柴柏林 愛一個地方 你首先一定是愛他的土地 而他的土地 不是說這塊地值多少億 亦不是說這塊地可以建幾多多高的樓 而是他這塊是農地 他的河流 他的山村 名叫做高山 雅里山也好 玉山也好 家明湖 什麼什麼 是不是 他一定是看這些 不是他看你101有多少 而且他熱愛這個土地 亦都不會忌諱任何負面的消息 例如他真的拍到水泥公司 濫滑石灰 搞到山崩地裂 他真的連這些醜聞 都照樣放出來 得罪不少人 所以這些你發覺 他愛這個台灣的土地 就不只是說 就是戴油色眼鏡 他看好事 不是說唱好那麼簡單 好那邊 他會如實報導出來 但是壞那邊 例如說那個森林破壞 植碑破壞 藍滑礦產 這些他照樣 給你看完 你熱愛那塊土地 你是一定會將 現在在破壞土地的 那些醜惡形態 揭出來的 就是你在香港一樣 我們還有很多很有心的人 保護土尋鄉 去查一下哪一道 亂補泥頭 熱愛土地就是這樣 你看哪一個國家 熱愛自己土地 熱愛自己的國家 一定好好保護他的水土 例如日本 美國 日本走得很鮮辣 他們是保護自己的水土 農業 最不愛護自己住的地方 那些 就不斷地破壞 而將土地 發展 當是以發展為名 以多少億多少億 這些 香港就比台灣嚴重 你說要愛國 愛不愛國 你愛不愛香港呢 現在整體香港的意識 是要取得香港的命 絕對不是要愛香港的 你還要扮本土 那麼可憐 什麼叫本土 熱愛這個土地 熱愛這個地方 熱愛這個社會 熱愛這個人 所以變成有這個共通點 說台灣還是說台灣 不是跟香港完全沒有關 台灣有他積重難反的東西 有漏襲 有些惡性循環 我們看到的 外交也好 內政也好 其實都是以前 遺留的那一套東西 他那一套叫做 大國心理負擔 香港那一套叫做 精神病 其實都是會被年青那一代劈走你的 你不論覺得多麼難受 多麼掙扎也好 其實用一個 很簡單 很直接的 很理性的方法來看 你不要理以前那些所謂歪論 那些假大空的理論主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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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實在我們 如何要成為一個 社區 少成為一個社會 你從這個角度出發 你不要想政治了 你真是建設社會 可以怎樣做呢 好像說的 大哥 你到底這裏 土地 樹木 森林之源 湖泊 你有多愛護 你說不出 不是很大件事 你安身立命 就是建基於土地 而你的土地 能不能夠令你安身立命呢 就看你對這塊土地有多愛惜 台灣這方面 都相對來說會好一點 起碼他還有自由 起碼他還有自由 民主和他的投入向土地的資金 就沒有香港那麼瘋 沒有沒有炒 如果差很遠 也有投訴 沒有那麼厲害 台灣的兄弟都給我投訴 我買不到 我辦到樓 但是不會瘋狂到那麼誇張 好像阿楊所說的 初初開的叫做揭擇二語 是 很誇張 中國傳統的智慧 叫做網開三面 就不是揭擇二語 揭擇二語和網開三面是兩個對立的成語 沒錯 放水釀魚 沒錯 中國傳統智慧就是 長裸長裸 現在香港的發展模式跟了大陸那一套 就是要最短的時間有那麼準 所以變成心態很不同的一家方 哪一個真真正正是自己人呢 有分別的 如果你真是自己人 那塊土地是你的 你一定會愛惜地力的 因為你是想著那一套是會跟你白頭到老的 大哥 是你的東西來的 這個也是中國傳統 你唯有是侵略者 才不會愛惜你 中國傳統智慧都是這樣的 事身階層是作為一個 士農工商的領導階層 做到一個官 幾大都好 告佬歸田都是回自己的鄉下 所以他們回到鄉下 這些事身階層不會搞衰自己的鄉下 亦都不會搞衰自己的土地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 那個土地是他自己 直近向那裏 由他出生 到底告佬歸田 所以說到底你是侵略者 還是自己有 就看你對資源的態度 現在不是啦 現在上面做官的 快快快納錢之後 送老婆再去外國 錢又要過去 即是說用這些心態來看 誰是侵略者 誰是自己有 你想清楚 結果為什麼你們看到大陸那裏 土地污染那麼厲害 土地資源剝術那麼厲害 四處那裏 那裏 一到農村 土地收地維權的時候 會周圍暴動 就是因為 他們的利益 已經不再去 做官的利益 已經不向土地 土地只是他們掠奪對象 而不是他們的根本利益所在 所以 大家真的聰明一點 做一個新角度看看 台灣那邊 就不要只看外交黑暗夜 就是看一套電影 看見台灣 從另一個角度 理解一下 這個世界還有光明的可能性 香港也都 台灣 香港也好 真的要看清楚 自己還有什麼 好的條件 有哪一些大家 應該要珍惜的東西 千萬不要 一美望著 淺字 還有 見到所謂 騙你的所謂 法子兩個字 就撞到頭上去 用獅子山下精神病來 殺鬼了香港 不是這回事 OK 今天女王不在這裏 時間休息了 這貓又要 作反了 不好意思 要給他休息一下 跟大家說再見 下個禮拜繼續好不好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人齊 下個禮拜